是要把古神之力凝聚的这副肉身都舍掉吗 可以用神道术 练出一个分身来解药 柱子 您何苦非要自己参加这什么败师考核 若能成为宗门弟子 又是天宗丹药相助 解药定了事半功倍 你可愿 拜我为师 师父 师父 我有徒弟了 师父 师父 这 这是用墨金石 开通了静止之门的连接 本罪与分身差点就能和铁 主子 我抗议 你这分明正是信不过我许丽国 你说对了 主子 咋又炸炸炉了 这俩月都炸了五个了 还能不能行啊 又是地火强度没控制好 导致弹炉的破损 丹药也报废了 这连弹之导着是困难 主子 主子 我觉得吧 要不就算了 俩月炸了五个弹幕 何必为难自己啊 再国造 让本尊抓你回去吃及时 主子 这小雪子 我这不是怕你耽误了修炼吗 你那便宜师父 不是让你有事去找那个师祖吗 你去南院问他呗 不喜欢求人 自己订 这楼一定参成 这家伙 怕是会成为云天宗第一个 因为消耗弹炉过多 被驱逐出宗的弟子吧 这位师兄 请问你可知 南院也往哪个方向去 是你啊 你都是内门弟子了 怎么连个灵兽也没拉到 小师妹 师尊正等你过去呢 来了来了 真是越看越睡灵 这位师弟 你是认识成林师妹吗 原来师弟有洁癖啊 无关无关 我说师弟 贵姓啊 师兄我就是南院的弟子 我看你刚才问路要去南院 我带你去啊 在下王林 师兄我叫陈贤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两个月前 被周灵师叔收入的弟子 你太幸运了 你可知道云天宗 有多少人梦寐以求 成为你师父周灵的弟子 是吗 难道家师炼丹之数很高 和那没关系 我告诉你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 带我去东院 引荐一下成林师妹 怎么样 你不说便算了 王师兄 你看我都叫你师兄了 你就帮我引荐一下吧 我是真的钟情于他呀 帮个小麻 好不好 说吧 为何都想成为周灵的弟子 因为周灵有个好师父啊 云天宗上下皆知 这南院的李长老 先姿卓越 贵为云天宗 三位五品炼丹师之一 可他们不知道 这李长老 早年是火焚国洛河门的弟子 李长老 你不认识